跑男6第四期开播 独王的儿子何游君作为嘉宾和跑男成员们 一起参与华龙舟游戏 和往期不同 这次没邀请明星而是邀请的奥运健儿 有伍大静 张国伟 贵若琪等人 还有国内外著名大学的龙舟队的学生 一起进行比赛 这些奥运健儿一改体育新闻中一本正经的模样 本着综艺精神给自己的出场家搞笑的戏码 十分有看点 不得不说 跑男团又搞新事情了 不仅传递了快乐还不断输出正能量 传达体育精神 让大家大开眼界 随着大家对跑男节目关注度的提高 成员们各自的私底下的生活也成为了焦点 这里要讲的是跑男团里的隐形富豪 陈赫 虽然说跑男团的成员 都非常有钱 但是陈赫这个富豪和其他人还很不同 之所以把陈赫联系上王思聪 是因为陈赫曾在上海的顶级小区 购置18万一平的房子 这个小区里面也有王思聪的一处豪宅 在这栋豪宅里 陈赫有专门打游戏的房间 经常和王思聪 林更新约王者荣耀 这里还养了很多小宠物 十分温馨 陈赫家世显赫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陈赫的夫妇是知名演员陈红 夫妇是国内大名鼎鼎的陈凯哥 陈赫的母亲胡小林是国家一级话剧演员 父亲也从事艺术相关的职业 不得不说 除了家世的薰陶 陈赫有天生的搞笑天分 虽然家世显赫 但是我们在节目中完全看不出来陈赫的优越感 反而很低调 他开的车跑男团成员里也不出众 是奥迪A4L 被比开的是黄晓明送的蓝博基尼 没有对比就没有天长之别 就算不靠强大的家世背景 陈赫也会出名 娱乐圈被昏变毁掉的明星很多 就连红吉一时未文章也没有成功洗白 但陈赫硬生生的靠自己的才华 将自己从人生的低谷中拖拽出来 成为跑男节目谁也替代不了的角色 跑男成员中最不像富二代的就是陈赫了 没有偶像包袱 明星架子 还经常搞怪逗大家开心 为了节目效果不惜自黑 为节目背播 是尽职尽责的好演员 观众也似乎习惯了那个会跳眉毛舞 会扮好几种鬼脸 能把小孩子吓哭的陈赫 根本无法把他和富豪两个字联系起来 陈赫在第四期跑男六里面称体重85公斤 在跑男成员里面 算是胖的了 但是他如今家有娇妻 有可爱的女儿 还有爱宠 又有大把的粉丝的支持 这么幸福的人难免不发福啊 不客戏 吧 感谢观看